欢迎加入1800新闻1.0的新闻直播 大家好我是王心仪 今天是周五了 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 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一起聊天聊新闻 今天新闻首先当然要先来关心的 就是在今天下午3点45分 在花莲发生了瑞士规模5.8的强震 而且全台都有明显的感受 目前地震的状况呢 我们也邀请到气象主播 焦仁到现场帮我们分析交流好 心仪午安 大家午安 我是气象主播草娇人 好娇人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一次地震其实包含像是今天早上 到今天上午这整个地震 目前的状况如何 因为一直摇大家也真的蛮担心的 是没错今天下午的时候 大概在3点45分的时候 发生了这起地震 而且我当下刚好是在台北市的 这个体育场里面来进行访问 而且当下的地板刚好是一个比较软直的 所以我们其实站在上面访问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明显的摇晃 而且在台北市都有感觉到明显的震度 我们从气象署的地震报告可以看得到 现在地震中心看到这个时间呢 是在下午的3点45分的时候发生的 而且发生的位置呢 就在花莲县政府东方32.8公里 也就是说花莲的外海的部分 在东部海域地震深度只有10公里 所以它是一个极浅层的地震 所以离地表非常的近 那在这个瑞士规模呢是达到了5.8公里 各地这大阵度呢还是出现在花莲市4级 那宜兰的奥花也有4级 花莲市4级 何欢山还有台中也有3级 另外在宜兰市也有3级 还有新北也有3级 还有其他各地呢像是桃园啊 基隆台北市新北市都有达到2级的阵度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呢像是嘉义 甚至云林斗六呢也有2级 那在高雄还有屏东的九如市1级阵度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感觉到 几乎是全台都有这个摇晃的感觉 因为甚至就连屏东地区 都可以感觉到明显的阵度 那我们从这张图表可以看到 它的阵央呢就是在这个红色打星星的地方 也就是在花莲的外海这个位置 但是气象署的地震中心他们也说了 其实这起地震就是0403大地震之后的余震 它也是同一个地震序列所衍生出来的余震 我们进一步来看到 这整起的地震呢从0403之后 在主震是规模7之外呢 总体下来看到在今天下午4.03分之前呢 全部的余震总共有1400起 已经突破了1400这个数字 而且我们从图表上分析 从0403之后呢 余震的数量是不断的往下来减少 但是在4月22 不知道4月23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印象 这两天的时候 其实余震就非常非常频繁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呢是往上飙 而且在4月23的时候 尤其规模6.3还有6的地震 也是发生在花莲 所以呢这个数字就往上飙了之后呢 剩下的余震又继续的往后来走 那到了今天其实往后来看到各个余震 都是有逐渐的来做减少的当中 主要是因为呢 序列的这个地震的晃度在能量释放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它的余震就会慢慢的来做减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趋势呢 就是从原本最多慢慢减少之后 4月22 23之后又再往下走的一个趋势 而且气象鼠也认为说 接下来的余震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但是也是不排除 接下来有更多更大规模的地震等等的 这些都是要小心留意来防放的 因为921之后呢 其实从半年到一年之内 都是还有921的余震 如果用这个状况来推算的话 其实0403就是这个25年来最大的一起地震 所以呢如果这样子来推算的话 我们接下来的余震可能还会继续来发生 那我们进一步来看到今天下午发生这几地震呢 位置就在花莲的近海 我看到这个红色的点点这个位置 而且呢花莲线是4级 宜兰是4级 云林呢是2级 彰化是2级 主要的震度的范围都是集中在嘉义以北 所以呢还是在正央附近的地方 可以感觉到比较明显的摇晃 不过嘉义以南呢 当然像是屏东刚刚说到的 还是有1级的震度 但是呢为什么台北还是感觉到比较摇晃呢 就是因为有这个长指效应 还有这个大楼效应 所以呢在台北市的盆地的地形 下面的土质比较松软 在摇晃的过程当中 尽管地底下比较硬的土质已经停止晃动了 但是比较软的土质 还在晃动的过程当中 就会带动上面的楼层更有摇晃感 而且如果您是在比较高的楼层的话 可以感觉到这个摇晃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甚至呢有人觉得说 台北是不是比其他地区更加的摇晃 确实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您是在台北 或者是新北地区的观众朋友 还这样小心 如果您感觉比较摇晃的时候 记得要趴下掩护稳住 就是不要这样子惊慌的时候乱跑 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这个伤害 我们进一步再来看到这一期地震的地震分析报告之外呢 震央呢就一样是发生在这个花莲近海的这个断层 而且这次发生地震呢一样是这个 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的引墨交界处所造成的 所以气象署才说这次呢也是发生在这个0403之后呢 才产生了这个规模的地震 所以这次发生的地方呢也是一样在这个和平段的这个断层 还是会感觉到非常明显的摇晃的震度 那我们再来看到了 主要是这起地震呢还是非常有感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真的在这附近的时候遇到在山区 可能又比较大地震规模发生的时候还是要小心 因为最近天气状况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 虽然说已经进入到夏季了 但是这个天气系统变化还是很明显 有时候比方说东北净风暴到或者是封面来袭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局部比较较大的雨势会来发生 尤其是在山区如果一旦出现雷雨或是雷震雨 或者是说短延时的强降雨的话 那山区可能就会造成土石崩落的现象 这时候造成土石流或者是房屋倒塌等等情况 就会更加的剧烈 所以要提醒您最近这段时间 最好都不要前往山区来活动会比较安全 好的确没错 就像赵润刚刚讲的 其实气象鼠他们也有讲 这镇央有可能会再往北 所以像今天下午这个镇央比较北的 所以台北新北就真的非常有感 像我们在办公室就很感受到 明显的先上下摇晃了之后再开始左右摇晃 而且就像赵润说的 因为在盆地的关系 所以摇晃的时间感觉就是比较久 那么也提醒大家 接下来可能梅雨季节 这个不要往山区移动 真的是会比较安全的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焦仁 到现场帮我们分析谢谢焦仁 谢谢谢欣怡 好了我们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北市发生了死亡车祸 有一名台中北上看病的妇人 她在过马路的时候 结果不小心跌倒 她这一跌倒来不及爬起来 结果就有货车驾驶要右转的时候 直接从她身上碾过 好 再来关心 在稍早中午将近一点钟的时候呢 在这边明晨西路跟陈德路口 是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当时一名妇人呢 正在准备过马路 并且是跑过这个斑马线 但是呢 她跑到一半的时候 就突然跌倒了 却没有人发现她 但是在过不久之后 一旦货车经过 竟然就直接将人碾过 而稍早呢 我们也访问到当时的司机 来听她的稍早访问 转明前的时候 那个人已经趴在地上了 我没看到啊 因为她已经趴在那个斑马线上面了 好 看听到这名司机说 她当时在准备要右转 但是却没有看到这名妇人 因为她倒的地方 刚好是斑马线上的阴影上 也因此当时是一反黑黑的 几乎是没有看到有人躺在那里的 才会这样不慎碾过去 而这个妇人送医之后 也是不致身亡 在稍后这名驾驶也将会 抑或是致死罪嫌来送办 而这名驾驶呢 她也是相当的懊恼 说真的没有看到 而详细的肇事原因 还有待在一起 先帮大家插播最新消息 在新北市传出了民宅火警 目前初步了解 是房间的电脑桌着火 虽然是有人受困 但是他们已经逃到安全的位置 来避难 当然警消也到现场 洒水灭火疏散住户 这是目前的最新消息 好了 我们来看到的是台南市警方 现在要追查毒品 守候在一个药头家附近 结果没想到这一名嫌犯 回家的时候 还骑着滑板车 看起来一派轻松 完全不知道 有远警在埋伏要抓他 另外呢 高雄行大远警呢 也是一样要抓嫌犯 强忍着被蚊子盯满全身包的情况下 埋伏在稻田里 接着嫌犯骑乘滑板车经过 埋伏守候在车上的三四名园警 立刻冲下车来追了上去 在巷弄里 嫌犯骑乘滑板车显得很悠闲 完全没有察觉 后方有一群追兵 只见园警们小心翼翼 快步直追 等到嫌犯准备开门进入屋内 大伙立刻一涌而上 把人压制 并在屋内逮货另一名女药头 男女药头住在台南市永康南宫街 涉嫌四处贩毒 警方九日清晨埋伏 见时机成熟 利用陈信嫌犯 骑乘滑板车返家时将人逮到 搜出毒品机部通知 四名药角盗案 全案依毒品罪嫌送办 在高雄六名园警 忍着被蚊子蚂蚁叮咬得不适 守在田梗及田园空旷处 准备微捕歹人 贊毒集团两名成员 为了方便逃亡 专挑田梗或是田园空旷处 交易毒品 远景埋伏守候 总算在阿联区将两人逮捕 搜出的毒咖啡包数量惊人 更可怕的是 他们的自毒原料 具高度腐蚀性 摆在里头的白色塑胶汤匙 不仅变色还扭曲变形 原警不怕蚊虫叮咬 守候待人 总算顺利阻断 这个贩毒集团的供应链 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危害健康 TWBBS新闻南部报道 在南投县普里市区 有民众报案 有烤鸡桶 整个就烧起来 原本以为这只是小火警 所以119到场 结果却发现火真的还蛮大的 从铁皮的内部往外开始烟烧 连烧到有板隔起来的店面也遭殃 而且在这个临近的6间店面 全部都被波及 农烟密布 大白天抬头 却黑压压一片 路过民众停车驻逐 不敢往前 前方大火烧起来了 119赶来灭火 从娃娃祭店看到 火蛇从里面烧过来 里面是闲置的铁皮屋 和中正路店面这一边 以木板隔开来 这边农烟闭日 担心里头有人 民众拍打呼叫 现场民众说 里面相当干燥 一着火不得了 这边都是很大 都已经很久很久的 火灾发生在南投普里市区 民众报案说烤鸡桶烧起来 乍天以为小火警 却烧了一大片 通报的是说烤鸡桶烧起来 一开始我们那边 已经火事控制了 因为这个都是木板隔间的 整个温度高 他就延烧到这一面来 现场是铁皮屋 一间一间相连 从闲置区烧到店面区 一整排店家受害 火灾发生时 店家都还没营业 没人受伤 一排店面 有已经歇业的机车行 也有牛排馆 火锅店 饮料店 夹娃娃机店等等 火市大约一小时左右 扑面烧了六百坪 估计损失五百万 民众报案说烤鸡桶烧起来 现场也的确看到烤鸡的桶子 也有人说还有工人正在焊接 也不排除施工不慎或电线走火 原因有待鉴定调查 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要看导航的话 还是一定要注意车子前方的状况 在桃园有一名大货车驾驶 他就是因为分心看导航 结果没有想到前方有一个寒洞 他一不注意就直接往前撞上去 他的车子当然就直接被卡在寒洞的入口 而且车顶也被撞到整个掀起来 好几箱的货物全部都散在地上 幸好驾驶只有流鼻血跟擦伤 没有生命危险 从寒洞出来却看到对象 有一辆白色货车卡在寒洞 动弹不得 车顶撞到掀起来 车门凹陷变形 好几箱货物散落在地 我看到他机密 那个牌子机密的时候看到来不及了 线高的牌子被撞到整个掉下来 卡在货车上 货柜前方凹陷严重回损 挡风玻璃也碎成蜘蛛网状 幸好驾驶只有流鼻血和轻微擦伤 没有生命危险 救护人员抵达现场 先帮他做初步的处置后送医检查 意外发生在9号上午10点多 桃园中立区中正路的国道1号下方 肇事的31岁装性驾驶表示 当时因为不熟悉路况 分心看导航 没有注意到前方寒洞 有2.6公尺的线高 直接撞上 警方赶紧联络轮胎行人员 协助将货车的轮胎放弃降低车高 才顺利将车辆移到路边 高工局也到场封路处理 有不少驾驶没有注意到限高路段 这处寒洞一个月会发生2到3次车辆卡住的意外 有些轻微擦撞没有报警 但频频发生 影响其他车辆通行 提醒驾驶出发前务必做好道路规划 并且确认车辆高度 才不会状况连连 TB的新闻 林志伟 陈佳同 桃园采访报道 网红Toys在今年1月的时候 因为直播网红超哥店里面的醋饭很难吃 遭到对方挥拳毆打 那当然了 全案在提告之后 也进入了司法程序 双方现在对于和解的条件是还没有共识的 所以在今天早上 检方也传唤了Toys出庭 他说目前是不会和解 尤其是他被打到头部之后 伤口愈和结痂 现在长不出头发 戴着黑帽口网红Toys低调出庭 直到停训之后才现身受网 今天起来出庭应训的 那告他的部分 其实我们目前也没有想过任何和解的可能性 谈言提告后并未要和解 伤口虽然结痂 但也长不出头发 家是已经结了 那这道伤其实它就是无法复原了 那这八也是永久性的 也没办法长头发了 那可能只是运气比较好 可能也没有伤到太里面去 今年一月 网红Toys全身世上走出派出所 因为他到网红超哥的餐厅用餐 结果爆发激烈冲突 直播到一半被挥拳攻击 当时好几个人在场拦都拦不住 网红超哥事后指出自己满怀善意 赶回招待 指控对方不安好心 才会让他使出超派铁拳 造了桃椅子一顿 然后所造成的风波跟社会道众道歉 使用暴力本来就是不对的 不好意思 网红超哥Toys各有自己的声量 学见过后两个人也分别开直播 或对外吐露心声 但提告的部分目前还在调查 当时他认为醋饭难吃 超哥觉得是恶意批评而动手打人 Toys提告伤害杀人未遂 传出两个人在三月要进行调解 但Toys未现身 直到五月台北地检署这次传唤 他出庭说明 因为这个案子其实我们当下也没办法 有太多的证据可以提供给检调单位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尽我们一切的可能性 然后让这件事情 让大家看到一个关于暴力犯的一个行为 网红Toys在2021年 涉嫌贩卖毒品大骂案件经二审后 判刑定验四年两个月 预计在这个月入监服刑 而Twits在网路窜红 屡屡引起话题 不过直播触犯闹成这样 不只是损坏形象 连人也受伤 TV位新闻中家男黄继国 叶俊SNG小组台北道 好在高雄男子 有一处活动中心的七楼 结果没想到有一名男子 躺在地上睡觉 被工作人员驱赶 双方爆发了口角 不过还好有报警 所以没有进一步 酿成更大的冲突 但是事后呢 里长认为对方口气不好 而被驱赶的洪先生 也认为他自己遭到了辱骂 双方各说各谎 民众录影只问眼前的一男一女 因为他们稍早前 在建筑物的棋楼休息 却遭到驱赶 说方你一言我一句 情绪还是相当激动 直到警方出现 仍然没有停止 这起冲突8号中午 就出现在高雄男子 惠敏里的活动中心 原来拍摄影片的洪先生 跟哥哥当时在棋楼休息 但才刚躺下十几分钟 9 里长也出事件士气 正是两人躺在棋楼 由于一旁就是残障坡道 会影响通行 也有爱观瞻 但被驱赶的洪先生 也认为对方态度不好 其实附近就有公园 但就怕最近雨后蚊虫变多 因此民众才会到棋楼休息 双方各有立场 但如今吵成一团 演变成各说各话 意外模糊焦点 TVBS新闻吴中勋 张莉莉和一信 高雄报道 520总统就职典礼在即 但是民众党也宣布 在5月19号的时候 要在民进党部外面 举行集会 不过台北市警局的局长 张荣欣今天就预估了 5月19号当天集会 大概只有一千多人会到场 但是民众党立员党团的立委 黄国昌 他就认为 他说张荣欣最近忙着 跟黑帮老大吃鱼翅 所以才会疏离草根运动 民众党5月19号号召支持者 一起上街头 抗议蔡政府改革八年跳票 当天会不会发生冲突 台北市警察局也有评估 我们一去大概有一千人左右 才一千人 太看不起草民了 你这样一讲马上激怒小草 明天来个十万人 我觉得这个警力应该是在 两百人左右大概就够了 现场会不会冲突打起来 不会 警察局说大约一千人 警力也部署完成 这话对民众党来说 可能有些刺耳 我想张荣欣局长 应该是花比较多的时间 跟那个黑帮的老大 在吃鱼翅宴 以至于对于 真的接草跟地气的活动 疏离太远了 不想被看扁 民众党再发出号召令 其实在各地 已经有支持者组团 北上参与 但绿营更是不以为意 立委林郡县大酸 519怎么看都想故意把柯文哲 仅存的政治能量消耗殆尽 你选在那么狭小的民建党中央 北平东路上 尤其在假日 你在那个地方能够吸引多少人潮 要去挑拨我跟柯文哲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种无聊的举动可以停止 民众党的519游行 绿云看戏 国民党也没公开响应 倒是520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的就职典礼 蓝营多半缺席 台北上讲万安也不会去 党团决议以意识优先 民众党团虽没特别讨论 但以各委员会议程为主 只是党主席柯文哲将受邀出席 恐怕在陈绿营攻防焦点 提议员成长的蓝佩玮还不想报道 是否黄埔军校建校百年纪念 但现在对岸也要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甚至还邀请我们的退伍军人 似乎看起来是要抢话语权 对此陆军官校校友会理事长罗瑞达 他就说了 目前已经跟对岸严正的表达过 正统的黄埔在中华民国 国军近期也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积极的较劲 谁才是正统黄埔 动作整齐脚步铿枪有力 老兵踢正步 丝毫不减当年豪情 最近更是加紧训练 每周日下午一练就是三四个小时 一百多人北中南分批训练 为的就是六月十六 黄埔军校百年校庆上的踢正步活动 不过近期对岸也办一系列庆祝活动 认为陆军官校发源地 就是在广东的黄埔 官校退伍校友还亲自到对岸 想了解他们的想法 更当面向对岸强调 台湾才是正统黄埔 不只陆官校友 国军也办了一连串活动 要告诉对岸谁是正统 黄埔军校创校百年 国军积极动起来 要强调我们才是正统黄埔 百年特展标于写下 建造于黄埔 传扬于凤山 现场还搭配军武模型 纳入特展 让民众边看精美模型外 以面了解国军历史 这边是在黄埔岛上的 陆军官校的校门 这是新式的陆军官校校门 黄埔在一百年前 广州的黄埔岛上成立 但民国三十九年 就在凤山复校 我想这就是黄埔的正统 牺牲团结负责精神之所在 而先前传出有部分校友 想到对岸庆祝黄埔 大鹏主委才刚向弟兄们喊话 国际消息我们来看到 美国有一名飞翼的空军飞行员 他居然在自己的家门口 被执勤的远警连开六枪 而且在送医之后伤重不治 家属现在就指控警方 执法过大误杀无辜 而且还有募集证人指证说 警方疑似是找错了报案地点才会误杀 因为当时这名飞官是一个人在家 但当时警方接获的报案是 有人发生争吵 认为一个人在家 怎么可能发生争吵呢 警察身上的密录器画面显示 这名佛州警察接获通报抵达现场 先是大声要对方开门 对方才刚开门没过几秒 警察大声呵斥 警察在几秒钟内对着飞翼男子连开了六枪 男子手上虽然拿着一把枪 但枪口却是朝下的 并没有瞄准警察 被开枪的男子当时正在和女友讲时讯电话 最后男子伤重不治 他是年仅二十三岁的空军飞行员佛特森 派驻在赫尔伯特机场特种作战连队 事发当天警察获报公寓有激烈争吵前来处理 但家属痛批 执法过当 误杀无辜 有目击者指出 执行的远警疑似是找错公寓地址 因为当时佛特森只有一人在家 不可能发生争吵 但恐怕做什么都难以挽回 已经失去的宝贵性命 我们来看到的是俄罗斯日前在红场 举行了大阅兵 而且在现场还展示了拿来轰炸乌克兰的S-400飞弹 还有重要核武亚尔斯洲际飞弹 对内刺客前线细长炮管探出地面 炮弹驱赶俄罗斯步兵 同时给乌军多点作战空间 这款中短程L119105毫米口径轻型榴弹炮 来自英国 体积小移动方便 隐蔽性也比较好 同样在盾内此刻 这群炮兵操作德国军援PCH2000自走炮 盾位比轻型榴弹炮还要大 随时得注意头顶俄罗斯五人机 恐怖无人机也飞向平民 最新一轮空袭 21架攻击无人机加上55枚飞弹 狂炸靠近前线的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 但俄军注意力主要放在莫斯科年度盛世 胜利日大阅兵 纪念二战胜利的节日 俄罗斯军队在红场雪中游行 结果到了军备展示环节 单独一辆T-34坦克打头JIP 和去年一模一样 现役新型坦克一辆都没出现 空旷红场看起来格外冷清 而虎M装甲车还有S400飞弹 也比照去年小规模现身 亮点反而是这座 二十公尺长亚尔斯洲际弹道飞弹 虎星和三位一体关键武器 还见亮相 月兵结束前还有一段惊喜 没有错 去年胜利日军机没半价 被嘲笑 今年一次出动九架米格战机 强调俄军随时备战 刚开始第五总统任期的普清 用此强硬 今年和武汉战机都拿出来秀一遍 但阅兵队伍里超过一半是军校生和海军 陆军空军明显少很多 看得出来战争达两年军力确实有差 而胜利日前一天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抢先一步抢普京 但欧盟最高级外交官波瑞尔几天前说 西方如果不给乌克兰武器 俄军两星期内就能打赢战争 这话成了俄罗斯大外宣 不过波瑞尔早就澄清 他并不希望看到战争 用这种方式结束 呼吁西方给更多武器 PVP新闻众报导 今年的欧洲歌唱大赛在瑞典举行 结果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 为什么呢 因为主办单位他们允许以色列的歌手参赛 而且他还顺利的晋级到了决赛 事实上这个欧洲歌唱大赛呢 在先前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已经禁止俄罗斯的歌手参赛 但这一次还是让以色列的歌手可以参加 充满了满满的政治意味 加萨人等不到休战 拉法地区又有清真寺被轰 街头躺满死伤者 却连救护车都没有 不满加萨冲突继续 连瑞典都爆发大规模示威 这是因为今年的欧洲歌唱大赛 在瑞典举行 但以色列歌手却获准参加 示威者中还出现瑞典环保少女同辈里 她身披象征巴勒斯坦的黑白格文金 表达诉求 但参赛的以色列女歌手 格兰不只获准参赛 还顺利以巨风一曲拿下决赛资格 再后被记者问到敏感问题 欧洲歌唱大赛自称无关政治 但这几年却因为战争影响 散发政治气息 俄乌战争后大赛将俄罗斯列为黑名单 2022年则由乌克兰歌手夺冠 但今年出现巴勒斯坦艺的瑞典歌手 首晚带着挺拔头巾演出 由于这一举动带有政治意涵 主办单位特别表达歉意 点新闻 综合报道 好的 大家来看点轻松的 由范绍勋主持的旅游实境节目 带着大家到冲绳体验疗愈之旅 而且还带大家去赏金 在过程当中呢 刚好目睹了金鱼一月而起的画面 也让大家非常激动 接起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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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距离见到金鱼月神急浪 露出围棋的那一刻急动不已 由范绍勋主持的旅游实境秀 和代班搭档陈宜 带着旅伴任荣轩 韋如来到冲绳 很多时候你可以油门踩到底 然后就在那种转弯的过程当中 然后大大的十字路口 然后很帅这样转过去 出海赏金外 一行人还街头变装 体验在日本街道上飙车 有我们踩到底的刺激感 你真看 原来海底下是这么大的 就是本来金鱼只是觉得说 你已经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吗 所以百分之百的时候 你就觉得狗兴奋 就没想到我们看着你这个灯景 真的像海盗船一样 这样子上上下下进 寒称失恋女子疗愈之旅旅行清单 出发前没多做准备 向韋如也刻意不去看行程 为一届每一站的惊喜 完全新的旅餐 然后是一个不一样的开始 但是我觉得在 从那边吃饭的时候 大概好像就变得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热 海盗巷弄所有压力都被释放 大赞是100分的冲绳之旅 TVB的新闻 章权红亭台报导 好 其实冲绳的海域真的非常的美丽 其实有很多的珊瑚生态 就像刚刚新闻里面看到的 还可以赏金 带你来看 常年关注海洋生态的自身摄影师 这一次要带领大家寻找鲸鱼 挑了一个大晴天摄影团队 从那坝港口出发 大赤鲸也被称为座头鲸 每年的12月到3月 很多大赤鲸为了传宗接代 会回游到冲绳附近的海域 从奔道到庆梁间群岛东边的 几个无人刀屿都是活动的范围 但想要见到他们 还真的需要一点运气 摄影师就说运气差一点 可能花了两个小时 也见不到半头鲸鱼的踪影 而正当大家望向远处 开始搜寻的时候 果然就发现鲸鱼正在甩尾棋拍打水面 之后为了呼吸左右胸棋挥舞 来一个高调的喷气动作 不断扬起宽广的尾棋急浪 就像是欢迎大家的到来 大翅巾其实很爱吟唱 也是唯一种会唱歌的鲸鱼 还有人形容这是来自深海的旋律 几个怪兽的声音 听得到 是 如果有时候 如果有时候 还有一些小鲸鱼 很棒 接着 还有一些小鲸鱼 也会跳舞 经过一阵华丽的翻转极浪 鲸鱼妈妈跟小鲸鱼 开始在水中沉浸的悠游 摄影师提醒 这是跟他们交朋友的最好机会 而不惊动 不打扰 避免颈椎纠缠 还有别阻挡行径 这些都是赏金者必须尊重 遵守并且牢记的铁则 看起来相当放松的小鲸鱼 张开胸起 准备浮上水面 喷气呼吸 顽皮又爱玩的小鲸鱼 对摄影团队相当有好感 不时地靠近示好 但摄影师必须谨慎保持距离 除了不惊动他们 也是怕太靠近可能会受伤 毕竟小鲸鱼光伸长就有五公尺 适时地远离安全为上 美美到了繁衍季节 热爱海洋的冲绳摄影师 都会专程出海 跟金鱼们来个相见欢 是关注也是爱护 摄影师表示 希望大家好好的守护环境 让大赤金家族可以年年造访 并且顺利繁衍 平安健康地持续悠游在这片美丽的大海 区别新闻西起方 综合报道 近头转回台湾有民众控诉 有一名发型师开了社群账号 自称叫做辣个仙姑 还开办了LINE群组 说可以帮民众算命 加入群组要先缴688元 结果这些民众根本就没有算到命 質疑是诈骗 现在很多人想要开运改运都会去算命 紫微斗数一惊样样来 不过现在网路上就出现了一名仙姑 说给她看手机号码 账户号码 甚至是车牌号码 这些通通都可以改运 但是现在就被人指控说 这些根本都是在诈骗 打开IG帐号 女子说自己是辣个仙姑 还有一些贴文交民众如何选号 有人缴的688元加入群组 却什么都没拿到 仙姑开车LINE群组 财富研究社 并且在社群上宣传吸引网友缴费 第一波会费688元 再后来的第二波要2688元 但却有人没算到命 向仙姑追问也没有结果 问到最后被卷移话题 已经付的钱没有退回 不只这样 仙姑还推出自己的周边商品 像是黑色的一卡通跟水壶都有卖 不少人汇款后 没有收到一卡通 询问仙姑本人 虽然有说是厂商问题 会陆续出过 但还是有顾客没拿到卡片 部分民众组成受害字就会 说受影响的人有六百名以上 估算签设金额接近一百万元 律师说这样的行为 如果确认属实可能触犯诈欺罪 另外也有受害者表示 已经向新竹竹北警方报案 但仙姑似乎没有去做笔录厘清 事情真相到底如何 有待仙姑本人跟这些民众一一沟通 TVBS新闻玲瓏 我们持续追踪这一位数字先过 其实他的正职 我们刚刚有讲到 他是一位发行师 在新竹的竹北开发廊 而且社群平台上的粉丝人数有破万人 在年初的时候 因为数字已经爆红 但是因为最近 有很多的会员都想要退出群组 而且退费 加上先前要说 要做一卡通的周边 迟时都没有收到 所以才会导致退费潮不断 我退款也被骂 不退款也被骂 那我在退款的过程 有很多上的 就是不容易的事情也被骂 自身很委屈 阿妞说四月份收入几乎是零 他在竹北开发廊 平常招御法课程 年初鞋杠数字易经 在Instagram上包红 但被学员指控乍欺不退钱 阿妞说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 我不是只退一个人688 或者是只退几千块 我已经是数十万在退了 有受爱者说 阿妞跟合伙人开店欠债几百万 他反驳年轻时有借钱 不过没合资欠债问题 年初原本要做一卡通周边 没估算好成本 时间延迟有陆续退款 接着还被指控 预法课程是侵入性疗程 治疗过程没有执照 但阿妞拿出失作影片来澄清 确实操作的仪器上没有针头 他们称作头皮护理 其实我已经跟卫福部 都有check过这件事 他们对教学是完全没有去那个的 因为这就是一个技术 而数字易经退款问题 要求退款原因 包含学不会 看不懂 没有注意等 阿妞说好都退 已入会六百八十八元 部分会员 找两千六百八十八元来算 平均三千块 两百个人大约得赔六十万 根据阿妞说辞 要退费的会员 目前已经退了一百多人 大约三十万元 没有必要去处处针对以外 还去造谣 因为造谣这件事情 是会影响一个人的身心灵 会影响他的整个工作环境 会影响他的生存 Instagram上粉丝1.5万 Race上更有4万粉丝 数字易经 LINE讨论群 目前成员大约900人 对于有数百人 组成受害者自救会 阿妞说搜集证据 准备提告 谁对谁错 可能得等上了法庭 有法官定夺 台积电高雄厂预估在今年最快 年底就可以开始生产 但是现在周边的连外道路 陆陆续续开始施工 从最有机车骑士抱怨 要弃机车征道 非常危险 路边摆放整排的高耸围离 而且往前行驶 情况越来越惨 还多了一整排的三角锥 也让原本就已经 得跟汽车征道的骑士 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甚至遇到大车逼近 还得 这个情况最近就出现在高雄男子 台积电预定地附近 也让机车组一到下班时间经过 就抱怨连连 要速通 但是这个车量太大了 那下 上下班就很晒 很难 跟机车有可能是会 你就最好的是 有人来支援交通最好 骑车的速度要放慢 不然有时候好像会 像有点弯度 比较危险一点 原来这个路段一旁就是 即将完工的高雄台积电 由于临近经常办演唱会的 试运组场馆 加上附近有连池潭 及巨蛋商圈 因此为了加速未来 两地交通便利 最近市府的新工处 正在进行道路拓换工程 没想到却意外引发民怨 果然10号白天 现场的三角锥已经消失 还多了慢车道等相关标线 交通明显改善也有了秩序 不过还在进行的工地 几乎占据半个路面 因此新工处也表示 将会加快进度 缩短施工期间 带来的交通黑暗期 TVBS新闻区 课程和一信高雄报道 租也要小心诈骗 有民众想要租房子 结果房仲说 这个物件非常抢手 要先预付17000元的定金 他付了之后 房仲说要看房又要再付钱 他才惊绝被骗了 在台北是想要租房 真的很抢手 很多北朝青年 一问喜欢的物件 马上就被租走 有不少人士利用这点 让租客还没进到房内 看房就先受定金或押金 小心这就是诈骗 有租客说 自己难得看到喜欢的租房 但房东告知要先付定金看房 后续又莫名其妙 提到计较优惠 要先付三个月 财经局员被诈骗 对方为了要加深租客信任感 甚至贴出身份证说可以提供证件做保障 所幸没再进一步被骗 网红牛排也实际测试 加入疑似假房东的赖询问 对方立刻回说 欢迎随时入住 说要先付定金 安排他的六组看房 前面两组还先付了两个月的定金是14000元 牛排回他约大楼楼下看房 对方立刻找借口说不方便 在租屋社团里看到一房一庭一位 月租金只要7000 又10坪左右 独立套房一个月9000 房子照片看起来装潢新 屋况也不错 但这种po文看到的照片 恐怕都是道途要如何分辨 尤其付家电家具的物件 来吸引人的目光 那再来呢 就是他的一个租金行情 又比市价行情再低一点 最重要的是他会释出 已经有非常多人有兴趣 这团照片再美再好 都要实际看过再缴钱 就来提醒 签约前看房屋租客 完全不用付任何定金押金 或是代看费用 只要要求转账付款就是假的 而且已经到现场看房 签约也要再次确认 房东或房仲的身份 要求房东出示他的房屋 所有权状以及身份证 那如果他不是本人的话呢 他也必须要有所谓的委托书 要花便宜的钱租的好房子 真的不容易 专案提醒除了多花时间寻找 更要提高警觉 不要上当受骗 提供新闻 是摩基曹志仁台北采访不到 今天的巴黎奥运不只有体育赛事 台湾也受邀参加文化奥运 580年前的作品remix后听起来更加帶感 但你可知道DJ林猫王这段秀 接下来将走向国际登上巴黎奥运 他就说来讯说 帽王可以一起去巴黎奥运表演 我就觉得好像诈骗的 原来除了体育赛事 法国也很强调运动串联艺术 这是台湾第一次在文化奥运亮相 光在DJ这块就找来四组表演者 像我可能比较着重的是台湾的disco 可能庙会文化 我希望可以把独立摇滚音乐结合disco 因为法国人 其实真的超级喜欢disco的 会很想要remix像500的歌 或者是张惠妹 可能蔡依林 从事DJ工作15年 不只成到伦敦放歌 更成受邀总统府的记者之夜 这回忙各单编排 人生清单也巧巧多打了个勾 我知道自己的音乐 放的音乐是很小众的音乐 所以把这一块小洞 可能从50人100人 然后慢慢变到 我觉得两三百人 也很希望可以跟阿爆聊到天 就是如果大家一起去的话 会有一种革命情感 曾经在金曲3E爆回 年度专题奖的阿爆 摇勇歌声震撼全场 DJ 姚姚也在IG出发心情 说这秘密任务至今 仍然难以相信 还有 我的存在是蜂蜂 我在藏自己 在美国 卢保罗变装兽 拿下总冠军的变装皇后 尼菲亚 也在这次受邀名单 把导致美届时将在 国际间闪耀 9年前故宫国宝崔鱼白菜 首次出国到日本参展 这回根据TVBS掌握消息 确定要到欧洲捷克了 我们的这个国宝出访到捷克 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定案了嘛 很好 因为之前出借给南院才出问题 这回要出借到捷克参展 要确保一切安全 4月份捷克通过 司法免扣押收法 要让国宝借展后 能够安全回台湾 而展出时间点 确定在明年9月到12月 捷克参展团队 也在4月22号到台湾 与故宫面对面 讨论相关细节 只是这回是吹玉白菜 第二次出国 有别于第一次到日本 当时首次登日 震仗超大 时任故宫院长还高调表示 日本是举国来求 都是互惠 还送了一批国宝到台湾展出 这回跟捷克文化交流 是否也因为立委徐晓鑫 近日监督台结原物案 引起捷克注意 捷克会在台回展什么工艺品 还有待确认 但在这之前 其实早已露出端倪 捷克议长开箱娃娃菜 版本的吹玉白菜 但这回展出期间 正式故宫要迎接百年 但国宝吹玉白菜 却不在台湾引发质疑 捷克方熟悉的事物的角度切入 我们会正式公告100Pass活动的时候 也会纳入这个展览 过公百年怨庆 算一算有半年不在家 难免让民众有些遗憾 TVB新闻新闻小年 宣林佳慧台北草报道 花莲有民众在山上看到一只幼欢 原地打滚心境怪异 一只幼欢不断在地上順时针 打转好几圈 身体还不断抽动 行为相当诡异 大约转了将近30秒钟后 幼欢越来越偏离道路 接着下一秒重心不稳往下摔 这种幼欢山上很多 但是我没有看过这样发病的病例 幼欢多 山上的话就 产业道路旁几乎都有遇到 10号上午8点左右 花莲赤科山上 有民众在产业道路 发现这只行为不寻常的幼欢 吓到赶紧拿出手机拍下来 并且通报动物防疫所 依据我们国内这样子的一个野生动物监测的资料 那我们大概会推测 他应该是感染的狂犬病的几率是相当高的 但是到了现场 我们所接收到回报是已经没有看到这样子一个动物人 花莲这几个月接连发生幼欢攻击人的意外 四月底甚至有一只感染狂犬病的幼欢闯入住家 咬伤民众 民众当下赶紧前往医院施打免疫球蛋白 以及人类使用的狂犬病疫苗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幼欢近期频繁出没在民众住家 动物防疫所不排除可能是地震 绕乱栖息地 加上到了繁殖剂以及疾病影响 造成花莲全县十三个乡镇市中 除了花莲市 新城乡和吉安乡 其他十个乡镇都属于狂犬病高风险区 我们也会在近期呢 加强的一个狂犬病巡回注射 那只要是有饲养动物的犬猫的民众 那我们也都鼓励 也呼吁请大家一定要务必把动物带出来 施打狂犬病疫苗 动物防疫所提醒民众 记得遵守二部医药 不要接触野生动物 不弃养家中的宠物 每年定期攜帶家中宠物 施打狂犬病疫苗 让风险降到最低 TV的新闻高中 陈佳童 花莲采访报导 加异举办的活动 现场居然直接 油炸立即唇响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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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发现软的 上面怎么好像有一个盖子的感觉 那有可能就是唇响 年月曙4月27号 在出口自然教育中心 举办假虫王者活动 捕捉昆虫之外 还将荔枝春相 转化成创意料理 荔枝春相 炸得滋滋作响 还拿九层塔来拌香 这可不符合食药署的规定 卫生局接获检举 派员现场关切 如果我要办活动的话 我会放大 比较谨慎去处理 荔枝春相 目前为食安法 为公告可食用原料 还需经过安全评估确认 担心林业鼠烹煮 给民众食用 当日前往茶盒 并未提供给民众食用 原来依照食药署的规定 国内目前只有三种昆虫可食用 包括蜂蛹蝉 以及拧黑多次蚁 林业鼠原本规划将荔枝春相 转化成创意料理 带领学员了解 如何利用昆虫生长繁殖 快速的特性 缓解人口膨胀 与气候变迁造成的粮食生产危机 活动也邀请学员 自作蜂蛹松饼 林业鼠利益良善 把食同文化与环境教育 融入其中 但以不列入使用范围的荔枝春相 作为示范对象 恐怕不适当 林业鼠表示 未来会加以改进 QVBS新闻 季健亨 嘉义报道 超过九成的上班族 觉得薪水不够用 我想要一杯青瓜壮奶 吃完中餐想来杯手摇饮当点心 三餐几乎都依靠外食的林先生 原本是在双北工作 去年改到花莲工作 只有假日才回来 但不论在哪里 身为外食族的他 对于物价调涨都很有感 我之前在台北工作的关系 台北的消费一定是比较高 但是我去花莲之前 我以为花莲的消费 其实会比较低一点 但其实也没有 烫青菜 物价调整最直接反映就是在食物类 林先生说有三分之一的薪水 都是花在吃的方面 当然 涨不停的情况下 花钱也得更精打细算 对于年轻人应该是蛮有感的 因为如果北漂足的话 三餐都要在外 然后比如说吃完晚餐 还会有消夜 其实平均一餐涨个二三十 一天就会多一百块 便当的话 现在如果便当要买到 低于一百块 应该是不太可能 至少那种健康成果 现在比较注重养生 大概至少都要一百三一百二 根据球时网的调查 有七成的上班族认为 近一年的外食花费是有增加的 平均一个月 大约是花费八千四百一十二元 换算下来 一天大约是两百八十元 其中又以晚餐的花费增加涨幅 最有感 细看球职网的数据 是今年三到四月做的调查 每月个人外食总花费八千四百一十二元 跟去年做的数据 七千七百六十八元相比 高出了六百四十四元 而若以官方经常性薪资 四万六千一百四十元估算 光是外食这一项 大概就吃掉一成八的月收入 其中三餐花费增加趋势 晚餐最有感占百分之八十九点四 午餐百分之七十四点六 早餐则也有四成 认为开销增加 再看到消费市场研究公司的数据 也都有看到外食花费大增的现象 二零二三年消费者平均每三支出 跟二零一九年相比增加百分之三十 跟二零一八年比更是超出百分之四十 而且一样显示在晚餐的变化幅度最明显 因此面对高物价 消费者更青睐使用极其品与平价替换 晚餐则是减少的次数非常的多 非常明显 跟一八年相比有少了十四个percent 他是不吃外食晚餐的 那由于晚餐是一天当中 消费金额最高的时段 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消费者表示说 我会因为物价的上涨 然后来有意识的控制我整体的消费 然后甚至有超过七成的消费者 会说我愿意接受短效期的商品 有感通膨并不是停止消费 取而代之的是减少消费次数 或是用较便宜的取代 而今年这种高通膨压力 是否还会持续 店价调整确实是一个关键因素 消费者对于这种长期的物价通膨 其实是会逐渐的麻痹 甚至是会慢慢淡化的 所以我们相信今年的状况 可能不会再像去年 如果未来的店价调整的话 或者是其他因素 又再度造成物价 比较激烈的上涨的话 那我相信去年这样的一个反应 还是会再度卷土重来 店价调整影响层面广 各类民生开销都会有所牵连 特别是外食族恐怕大部分 还是省钱至上 荷包依旧吃紧 TBS新闻李国阵就有学会报道